我的天啊 这木太多了 实在是看得眼花缭绕了 大家好 聊正是谭秘境 我是永叔 今天带大家看一座全国唯一的全面展示晋国文化的一个平台 山西曲窝的晋国博物馆 那么说这一博物馆有什么可密的呢 是吧 非常的密啊 因为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啊 有九组的十九座的晋侯和这个晋侯夫人的墓 还有十座车马坑 而且是咱们中国发现的啊 全国最大的这个商周时期的车马坑 比秦始皇的这个灵秦里的升马坑啊 早了六百年啊 然后这个晋国呢 它应该是春秋时期啊 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啊 或者甚至是没有之一啊 那这国家呢 在战国啊就戛然而止了 因为三家分晋就是春秋到战国的一个分界点 所以呢 可能很多朋友啊 对晋国来说啊 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啊 那今天呢 咱们啊就通过我的镜头给大家聊一聊 晋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个晋国的这些王侯墓啊 为什么会再取卧 晋国博物馆就建在遗址之上 叫做天马曲村遗址 位置在益城县和曲沃县交界的天马 曲村北兆和毛章村一带 这里也是晋国早期的都城所在地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对这里进行了十二次的考古发掘 在晋红墓群中出土了1.2万件文物 曾经连续两年入选了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一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博物馆分为晋国历史展厅和遗址发掘保护展厅 咱们直接去看看大家最感兴趣的遗址部分 好了咱们后边的展厅 是展示如何发现这个曲沃天马遗址 也就是晋国早期都城的遗址的 在这么一个考古发现的过程 然后在我后边有一个人 我一直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我走到这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真人 我还在想为什么真人给围在里边了 走进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假人 这是一个当时进行考古挖掘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教授 一会咱们要看到的这个晋红的墓群呢 有八座的晋红墓和九座陪葬墓被盗了 当然还有一部分大家看是没有被盗的 好了咱们现在出到外边去看看真正的晋国遗址 这个下边是车马坑 大家看这密密麻麻的马的尸骨 那边是密密麻麻的古战车 这个车马坑最少有48辆车和105匹活迅的马 所以咱们看这些马并不是整整齐齐的摆在那的 而是被推下坑后射杀至死 所以现在呈现的是挣扎状 它们的身上还有剑簇的痕迹 马和车之间有个生土的隔粮 隔粮的西边是车辆 包括有礼仪车、战车和自重车 因为年代太久 车辆的木结构已经完全腐朽在土中 所以只能看到土的轮廓 另外还有一个罕见的发现 装甲车 也就是用青铜铠甲片保护着的战车 古人相信 人死后还能享用生前的车马 所以当时就按牧主人的级别 把全套的车马葬在了陪葬坑中 那么这位牧主人是谁呢? 晋国的第八位国君 晋献猴积极 献猴葬于公元前812年 也就是说这个车马坑 比秦始皇的兵马俑还早了600年 而这个下边就是晋献猴的墓 那个地方能下去 咱们去看一看 晋献猴墓是一个甲子形大墓 西周时期的棺果到底什么样 在这一览无余 当然原棺果早就腐烂了 这是复制品 里面的小木匣是棺 外面的大木匣是果 荀子理论中记载 诸侯三棺两果 可是这个献猴的墓中呢 只有一棺一果 而棺果的下面是厚厚的木炭 起到吸水的作用 当时的果相当于后来的墓室 所以随葬品是放在果内 棺外的 而棺材内的玉器 原来是穿在在主人身上的 这座木因为曾经被盗 文物损失了不少 其中就有最著名的晋猴苏中 在中身上 明文记载了周立王33年 晋猴苏也就是献猴积极 跟随周王亲征的历史 但是这个晋猴苏中 经历了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 简单的说啊 苏中一共有16座 被盗走了14座 这14座边中曾经流逝到了香港 当时普遍认为它是厌品 直到在这发掘出了剩余的两座 经过比对才知道啊 那14座竟然是真品 这是晋猴苏的夫人墓 晋猴夫人墓也是甲字形的土坑树穴 这是残存的斜坡木道 在这能看到墓石里的石头和木炭 这叫啊 基石基炭墓 基石基炭都是原物 在没被挖掘的时候 基石还能起到防盗的作用 咱们再看看它的棺果 一果三棺 里边有三重棺 因为这个木没被盗过 所以出土了大量的隋葬品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墓室啊 竟然放进去了一千多件的铜器 陶器 还有浴石器 当然啊 后边还有更夸张的 这个地方是晋猴猴的陪葬车马坑 现在没有被挖掘啊 现在上面摆了一些现代人制作的车马 现在已经探明每一座晋猴木 都有一座车马坑 除了现猴木的车马坑 其他的还在地下深埋 大家看 这两匹马的尸骨啊 摆放的整整齐齐 被啥呢 因为这个啊 不是活训的马 是杀死后摆在这祭祀用的 这个地方是晋猴猴 旁边那个 木道下边是 他的夫人墓 虽然同是一族墓葬 晋猴猴和他的两个夫人墓的形质却不同 墓猴和夫人墓都是假字形 次夫人墓竟然是中字形 南北两条墓道 最大的看点也是这位赐夫人墓 这是墓猴的残存墓道 刚才看到的那种祭祀马的土坑 在墓道中有近二十个 在积石积探的墓室中有一国两关 比献猴的多一重 忘了说了 金墓猴是献猴的儿子 因为墓猴和夫人墓都没有被盗过 墓猴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礼器 按照周里的记载 诸侯墓应该用七顶六轨 但墓猴墓中只出土了五顶四轨 其中有明文上刻写的 禁猴帮父 帮父就是禁墓猴姬肺王 所以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 那么根据禁国史刚要的记载 禁墓猴迁都于将 将这个地方很可能就在这附近 次父人名为吉 来自于吉姓的杨国 所以也叫杨吉 他的墓可以通过墓道 直接走到墓室上皇参观 虽然也是一国两关的配置 却出土了4280件的随葬品 超过了墓猴和大夫人墓 总和的三倍以上 占禁国公猴墓出土文物总量的三分之一 光是玉器就有800件 其中象征着尊贵身份的玉皇就有48件 还有刻写着名文杨吉的铜壶 这座墓的随葬品出土文物规格有多高呢 被咱们国家列为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 我想这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 墓猴特别喜爱这位杨吉夫人 赏赐了她大量的真品 第二 她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收藏家之一 而且把这些藏品都埋到了墓中 留给了咱们后人 我的天啊 这墓太多了 实在是看得眼花流落了 由于天马取村遗址中发掘的古墓数量太多 形质相似 咱们就不看更多的墓葬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可以把更多的墓葬放在下集 再跟大家聊一聊 晋国的来龙去脉和六百多年的风云变换 好 好 感谢观看